明華園青年軍李玉珍 首次進入美術館 展現歌仔戲之美 李玉珍在西式建築裡 水晶吊燈下 唱起蓬萊大仙 經典巨馬 影片中還有一位 穿著白沙的舞者 在後頭賣力練習歌仔戲身段 他是韓國藝術家李秀敬 李秀敬透過觀摩不同領域的 藝術表現 向韓國跟台灣的傳統文化致敬 並將學習過程轉化 用空間裝置 呈現藝術家的互動情況 這個燈光你可以發現 它一個是一閃一閃的 然後一個是正常的這個狀態 那他想要表達的是 藝術家在學習歌仔戲的這個過程 他從一個很不確定的 一個閃爍的狀態 變成一個大師 一個專業的一個歌仔戲的 表達的一個過程 李秀敬的作品關注傳統與現代 東方與西方 意識與潛意識等二元對照的議題 常居國外的他 從自己的文化開始探索 傳統美學質感 2002年開始的 轉譯瓷瓶系列作品 他走遍韓國 收集各時代瓷器碎片 將不完美的淘汰品 重新銜接墜捕 用創作探討完美的定義 聲音樂 很魅力地看著 幾個都拿著 在工作室桌子上 看著 穿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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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都像花瓶床一樣 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在那一段時間 我們繼續進行的工作 用純金餡料重組 傳統匠師的手藝 李壽進並在2014年訪台之後 創作多件向台灣美術大師 致敬的畫作 他特別喜歡劉其偉 這次特別準備了三件作品 從袋鼠 瓢蟲到蕭 那這三件作品 都是劉其偉的作品 他特別喜歡是因為劉其偉 除了是在藝術界 有很大的成就之外 那他還對自然生態 及人文發展都很重視 臨摸台灣已故藝術家 劉其偉的畫作 李壽進透過劉其偉的筆觸 學習作品富有的人文與自然精神 李壽進以外國人的身份 拜訪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 進一步從當代視角 回看傳統藝術之美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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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